即时新闻综合报道迪士尼卡通部欧与游客合影带来欢乐 但在中国上海迪士尼时日却发生年轻女子月身出掌 袭击卡通角色弟弟头部突如其来的举动遭人方人员致指 但她还嬉皮笑脸称就是拍了一下 但这一拍导致扮演弟弟的工作人员头部受窗送进急救中心 中国网友Zoifin101在微博发文称 一名年轻女性从迪士尼大布偶花历鼠弟弟后方助跑跳起 冷不防的拍打弟弟脑袋布偶装套头 导致演员的头撞到撑起头套的硬直材料被送进急救中心 这段布偶预袭的内容引起网友议论 也有人表示目击该事件 截至目前迪士尼尚未发表相关说明 Zoifin101返问 现在弟弟被送进急救中心了 开心了 做游园攻略的时候没人提起 不能拍迪士尼朋友的头吗 目击弟弟遭扣杀的网友抨击 拍打弟弟的女游客态度恶劣 不但一脸嬉笑 不愿意因工作人员要求留下 还应议说就是拍了一下 感谢观看